美國小朋友放暑假了 家長紛紛將小孩帶到游泳池 細水避暑 但放眼望去 怎麼沒看到救生員 沒有救生員助手的游泳池 面臨安全風險 北卡州首府羅里 已經有半數公共游泳池關閉 佛州泳池則是努力招聘中 這間保育公園開缺16個名額 今年以來只有八位救生員報到 讓家長很擔心 伊利諾州這間水上樂園 祭出時薪調高兩塊美金 吸引更多救生員 這是不計算的費用 但我認為是很必須的 可能是很容易的 但為了保育保育 你必須可以滑水300公里 救生員的招聘條件不能妥協 部分業者表示 招聘心血越來越困難 和社群媒體有關 救生員上工時無法實時滑手機 要年輕人不要盯著一幕 更新動態 對他們自然沒有吸引力 美國不只游泳池大缺工 解封後的航空相關工作也缺人 導致航班取消或延後 旅客打爆航空公司 客服電話 只聽到冷冰冰的留言 疫情過後 美國出現報復性旅遊潮 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預計 今年夏天出遊人數 單日可能飆破300萬人 但美國航空業 正值有史以來 最嚴重的機師荒 航空公司被迫減班因應 截然航空縮減 10%到15的班次 達美航空 單日減少100個航班 缺工問題 暫時藉由科技幫忙 美國紐約拉瓜地亞機場 全新航廈6月初開放 達美航空出資40億美元 使他們有史以來 對機場設施的最大投資 新航廈採用數位ID認證 不需要拿出護照 利用臉部識別通過安檢站 行李安檢機器 會創造3D影像 筆電和電子設備 不需要拿出來檢查 達美航空預計 解封後的旅客 將比疫情前的 2019年來的更多 等到機組員人力緩解 考慮在七八月增加新航班 因應廣大需求 TVBS新聞綜合報導